许多学生都怀抱着医科梦 在自己的心里写下第一志愿 求学的过程凡事尽力就好 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 进入了高中不比国中生活来得容易 学习的课程也与国中有所不同 不仅要对每一个单元充分了解 而且要将其融会贯通 医科班的孩子其实跟一般的孩子是一样的 他们一样要做情义的教学 一样要有各方面情思的表达 那最重要的是医科班的孩子 必须要比其他的孩子要更努力 他们必须要自己的想法 知道自己的目标在哪里 那老师呢是在做引导跟辅导的一个工作而已 最主要是孩子自己的努力 当然学校的课程很重要 学校的课程安排必须要符合 现在教育的整体潮流 那我们学校在这个部分呢 老师们的努力一直都很积极 那老师会先去上各种课程 设计各种课程 然后呢带给孩子新的想法 以及给他们扎实的训练 是我们学校是一个传统与现代兼具的一个学校 那我们在70周年的基础上面 我们能够做创新 而且能够不断的精进自我 这个部分呢 在学生的学业成绩以及思想 它的启发上面呢都很有帮助的 所谓的创新 其实它是一种能力的开发 比如说在学生课程设计的时候呢 我们必须要能够引导学生去思考 那现在的整体教育的潮流 它其实已经跟以往 只是使读书的方式不一样了 那学生呢会在课程的设计当中 我们会引导学生如何去表达 如何去思考 当前社会有许多的家长都要强调学生的考试成绩 同时也不能忽略了培养学生优良的品格 求学不应该以求取公民为目的 学生应该根据自己的才能与兴趣 好好的利用学校这个努力的好场所 来充实自己培养优良的品格 努力打下将来为国做出贡献的基础 这样教育的伟大意义才能够显现 十方西文文天文成绩上高雄采访到